这个女人因为刹车失灵葬身大海 对汽车做手脚的居然是一个鬼魂 死的这个女人是作家阿帅的现任妻子 鬼魂是阿帅七年前死的前妻的鬼魂 鬼魂只有阿帅自己能看到 在妻子的葬礼上 恨死前妻鬼魂的阿帅大大出手 前妻也有点内疚 决定和阿帅一起去找巫婆把自己送回去 这巫婆做法纯靠运气 每做一遍还得问下阿帅鬼魂还在不在 搞得阿帅两人很没脾气 就怕等到最后巫婆把自己送走了 也没把前妻给送走 好在最后巫婆想起自己少加了一种魔药 这次加上后火苗忽然变大 火光中刚死的现任妻子的鬼魂也来了 这下热闹了啊 该送的没送走 现在又招来一个 现任妻子的鬼魂以下简称现鬼 前任妻子的鬼魂简称前鬼 现鬼现在终于能看到前鬼了 他愤怒的上前一把就掐住了前鬼的脖子 前鬼劝他不要白费力气了 已经死掉的人是掐不死的 因为现在两人能直接对话了 前鬼还爆出 他和阿帅逼着现鬼偷偷约会的事 而且作家阿帅所有的著作 其实都是前鬼生前帮他写的 现鬼也终于明白 阿帅就是个无能的人渣 阿帅看到事情败露 转身跑了 第二天 前鬼又去骚扰工作中的阿帅 阿帅暴躁地跑到外面 正好被一辆车撞了 开车的不是别人 正是现鬼 阿帅愤怒地喊 你差点撞死我 现鬼提醒他 是已经撞死了 不敢相信的阿帅回头一看 果然自己的肉身还躺在地上 成了贵蜜的前鬼和现鬼 愉快地开车远去 留下了孤魂野鬼的阿帅 请不吝点赞续 再次回订阅